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我想谈一谈你的学佛因缘是怎样的 为何可以接触到这个佛法呢 其实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因为我出身是一个佛教的家庭 其实我爸爸是教佛学的 亦有很多遗识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很特别的 我们出去喝茶星期六日 除了我们其他家庭都会做 看报纸之外 其实我爸爸有时会跟我说 你看看这个茶壶 其实你知不知道这个茶壶 并没有真实存在 当时我们都很小 但是那个氛围 基本上我整个世界观 人生观 由小到大 其实都是 爸爸妈妈都是以佛法的角度 去解释给我们知道 所以很自然而言 我都是这样去看这个世界 我很好奇 为什么我这么好奇 我想知道你当时 听到的时候 你自己的感觉是如何 因为为什么呢 我接触了佛法之后 我也有跟我的女儿说 当时她们是几岁大 我就说 你不要一样东西都分 不是对就是错 我说未必一定是会 绝对对就是错 我说这个不需要刻意地去分 我有朋友在旁边 我刚才听到我这样教女儿 就骂我 她说你有没有搞错 你搞到她 小小的时候 你这样搞到她是非不分 我说不行 我说不是叫她是非不分 而是不要每次都 一定要立刻判断 这件事是绝对对 或者是绝对错 我说其实没有这件事 当时 因为我当时很难 问那个女儿 就是说 你觉得怎么样 她只有几岁大 可能她只是有一种吸收 她未能消化 是的 但是那个慢慢的氛围 其实是重要的 就是 你如何去看世界 如何去看自己 亦都帮你解释了很多人生里面的问题 那 我自己 当然我回望的时候 就觉得我都很感恩 就是 我从小到大 其实都是在接触佛法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教导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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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有趣的 这是补充了现代教育制度 就是 少了的一种得育 是的 没有错 这个非常好 然后 你就是 作为一个 臨床心理学家 所以 你又如何将佛法 融入你的工作里面 是 其实 我 因为一路 一路由小到大 我都在用佛法的角度去看世界 所以 也对心理学有很有兴趣 其实 到我真的成为了一个 臨床心理学家之后 其实 我也不能说是 之后和之前 其实整个过程 基本上都是一路的 不同方面的一个吸收 其实我觉得是 完全没有冲突的 我理解的佛法 和心理学上 如何去看一些 心理和精神方面的问题 或者需要 如何去处理 其实 是很多互相共融 互相解释到的地方 我想 特别是因为 其实我自己的工作 主要是针对在一些 灾难 一些天灾人祸之后 去处理的一些 心理支援 其实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 我都面对到很多生离死别 其实最开初去做的时候 其实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 可能你真的 真的和你的受助人 一起去经历 听到一些很突如其内的消息 或者要去面对一个 很难去面对的困难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 为什么有些 那么惨的事 真的会发生在这个世界上 明明可能 平日我们整天都会觉得 生活都是这样的 如常地上班下班 但是 这个家庭就不是 他今天出了门口之后 他回来 他的家人已经死了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呢 所以最开初的时候 我自己都觉得 因为同理心很重要 做心理支援的工作 或者辅导 你很有同理心 你真的能够感觉到那种痛 但是原来这样是不够的 如果你只是感受到对方的那种痛 或者那种哀伤 其实有时那种情绪 可能真的会令到你都很 你都要接受辅导 是的 可能你都会很过分 会觉得太多了 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我特别觉得佛法里面 有一件事就是 其实慈悲和智慧是两者要互相 要一起出现 好像一只飞机两者翼一日 要平衡 我真的感觉到 因为最开初的时候 我真的很有同理心 感觉到对方的痛 但是我发觉 可能我令到情绪 令到我更加没有办法 去帮到我眼前的人 其实这样不是健康的状态 所以反过来 其实佛法里面很多的智慧 说着无常 说着所有东西都是因缘和合 其实是很能够帮我 在智慧的层面 都去理解我接触到的东西 所以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会觉得 其实没有佛法的话 我想我是不会做我现在做的东西 嗯 其实用佛法 可以应用 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你可以透过工作里面 就变成了不只是学 只是听 只是讲语 而是真的实践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我自己带的智慧活动里面 我也是很重视实践这一部分 因为当他有亲身经历过之后 他就会知道原来是这样用的 那就是我做另外一件事 都可以照样用 他一反三 是的 没错 所以呢 这件事也都牵涉到 因为上一集你有谈过 就是说 李先生都觉得 挺好啊 就是老婆是心理学 就是这个心理学家 那变成了有很多东西都不用说 他都明白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你和其他人的相处 包括先生也好 家人也好 同事 或者是你要照顾 就是你要辅导的人 那那个沟通 是不是真的会容易很多呢 嗯 我觉得对着我的受助人 或者以前可能有些病人 绝对是很好的 但是人是有盲点的 尤其是月亲的人 其实那个盲点是越厉害 因为你有很多习惯 我们习惯了以前是这样沟通 我们对着我要照顾的人 我当然是充满了同理心 又很有耐性去聆听 但是我们对于月亲的人 其实我们有时是越难做得到的 所以我自己也有这个盲点 当然在我家人的眼中 我当然不是最完美的聆听者 但是在这个学习过程 我都自己慢慢去调节 和慢慢去改变 是的 我觉得这件事你会容易改变 因为一般的临床心理学家 他就是一个职业 就是这样的时候 我在做这个职业 我要敬业拗业 所以在辅导的过程 他很投入 但是和家人的时候 可能就是会不同了 但是你的不同 就是因为你有学习 那学习那种 就是会提醒你了 就是说你不要将那个修行 和你的生活是分开了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做心理辅导 但是选拗的人很多 那我在从中我会选择一些人 可以参加 那我就有四个界别 是特别优先的 一个就是教师 一个就是医护人员 一个就是社福界的 另外就是心理辅导 另外就是心理辅导 是的 你刚才说我会更容易 因为佛法和生活 或者修行 不应该割裂 我很幸运 因为我家里的人 全部都是佛法的家庭 我记得最近 有一次我和我妹妹 都有一些 我已经忘记了什么事 我们就好像吵了两句 然后我妹妹突然跟我说 各自 然后那一刻 我实际是 嗯 我们两个都停了 可能四五秒 然后就会笑 你会觉得其实都不只是我一个人 如果你能够同修 其实在生活里面 找回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 没有了个觉知 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是的 是的 所以停一停 原来真的 很大帮助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都会 即将 大家一起去想一些办法 就是令到大部分的人 都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方法 但是可以减轻他们的烦恼 压力 有很多问题 是的 那那个方法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是停一停 总之遇到任何事情 吵架也好 想吵架之前 想发脾气 想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你可以一觉察到自己想 即将要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就立刻停一停 停一停 然后再 再把那个 觉察力 放回那个呼吸 嗯 所以我们叫做 停一停 心呼吸 是 就是用心去呼吸 只是觉察觉呼吸 脑子不要想太多 嗯 其实这样原来很大帮助 是的 其实很有力量 是的 即是说其实禅修 就不是 不是一样那么 艰辛 那么 有很多人觉得很高深 就是很难 要坐到直一直 是的 甚至是坐下坐下会离地 嗯 就是这些看电影看得多 是的 所以其实那个 那个重点是 禅修 我经常都很强调就是 禅修和生活呢 是不可以分割的 嗯 因为我也都见过不少 就是禅修了十几十年 他经常去打禅七 嗯 在禅堂里面他真的很厉害 嗯 坐得又定 又坐得久 又 脚又 又 翘得好 就是 就是 完全无限可激的 就是在禅堂里面 但是在平时生活里面 又不是这样 就是他平时生活里面 一样很多集气 很多问题 他都处理不了 那我就 好像分开了 是的 那他将修行和生活 是分开 其实这样是 是有问题 是的 那 因为呢 你又 你学佛 就是因为你爸爸妈妈 那后来 就是 你用什么方式去学呢 就是 因为 学佛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法门 是的 我其实经常都形容 不同的法门 就是等于 譬如说 你由香港 要 过去九龙 你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交通工具 你可以坐地铁 坐隧道巴 坐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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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我觉得很幸运 因为有一次我陪妈妈去印度菩提加耶朝圣 当时我遇到我的老师 就是 永吉明咒寧波车 你这样去到就会遇到的了 是的 其实都 是的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 我记得 妈妈跟我去 当然也有其他的法友在一起 我当时去到那个 德格子 我都不知道 我还没有去过藏传佛教的地方 我只觉得 哇 什么这么漂亮的 整个地方有颜色 那么颜色 那么颜色 其实因为以前我爸爸也曾经跟我说过 一些关于禅修的东西 但我就觉得很难 不知道怎么做 当时刚刚晚上的时候 我老师真的会每一晚都教禅修 在德格子 在印度德格子 全场的人会很开心 经常都会有很多笑 我真的从来都没见过 禅修原来可以这样 可以笑 是的 可以学得这么开心 而且原来是这么简单 原来不是一件很深的事 反而是如何跟生活结合 那样东西 我大开眼界 所以后来我继续跟着 凌波车一路去学习禅修 其实我也有很好的机缘 曾经跟他学习 其实现在也继续学习 我们下星期就一起说一说 他的教法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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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